看看新闻吧 以身示范 讲述自己的时尚经 这个围巾其实有很多种带法 你可以这么带 就比较简单的 然后你可以绕两圈这样带 然后不太一样 它有一些你还可以这样带 然后你就说欢迎光临 现在可能有的时候随着年龄啊 随着身份啊 随着身材啊 都会有一些转变吧 我觉得 这一身啊 其实今年冬天我觉得 还挺推荐大家去选 这样的一些衣服的 这个款呢 其实它是 比较传统的机车的款式 但是它做了一些不一样的设计 包括它其实里面的帆毛皮 然后它在袖子上 运用到的就是一些夹棉的面料 那因为很多人穿皮衣 就会觉得袖口这边会很紧 但是其实它用了这种面料 做了一些拼接呢 就会非常的舒服 但是这边的型呢 又非常好 潮人们冬天穿皮衣 内搭都是一件T恤 不是因为身体够好 而是现在的条件 越来越好 很多地方都有暖气 室内脱掉皮衣 也不会着凉 我们总觉得说到了冬天啊 好像小时候啊 要穿保暖内衣 然后保暖内衣 外面要穿衬衫 衬衫要穿羊毛衫 羊毛衫再套一件羊毛衫 然后再套一件羽绒服 其实现在已经完全 没有这种概念了 很多的人就直接 里面穿件T恤 外面穿件皮衣 或者穿件羽绒服 所以冬天我也建议大家 可以来挑一些 这种基本款的T恤 穿在里面 也是出现在了很多的元素当中 这个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看似很简单的一件Phototee 其实呢 它里边的这个Phototee的图案 是George Armani 在米兰的旗舰店的街景的照片 穿上去之后呢 就感觉自己 置身于米兰的街头一样 其实每件衣服都是有故事的 潮人穿衣 既要有故事和文化 又要有特立独行之处 比如这件复古皮 就是李承认为即将流行的款式 因为它就是驼色的皮 但是可以从细节上看得出 它一定是经过了洗水做就的处理 让它很有年代感 然后在这里呢 会有一些小细节 牛角扣啊 其实是平时出现在大衣上 但是它出现在一件皮衣上 里面呢 又有这种比较经典的羊羔绒 对 因为冬天的话 就是里面还是要保暖嘛 因为很多人穿皮衣 会觉得说有点冰冷的感觉 所以这个就完全不会 然后它还有这个螺纹的设计 我可以试一下 然后刚才的这双皮鞋 就是我说还不错的 就可以去搭配这件外套 就有点 对 它有点上下呼应 李承为自己选的是兴起 竟然忘了自己导购的本质工作 这可不行 必须得让他为女性客户服务一下啦 对 其实女装呢 我觉得也算是小有研究 那今天呢 也是请到了一位好朋友 这个曼玉 曼玉 其实也算我们同行了吧 应该 对 刚才在外面呢 也是 我看你掌控全场 但是我就是 一直在关注你今天穿的这一身 偏 怎么说呢 正式了一点 可能不够特别 不够休闲 对吧 今天帮你来打造另外两套造型 真的吗 好不好 来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一定要挑一条好的牛仔裤 因为 休闲的位置 对 而且有一条好的牛仔裤呢 你可以很百搭 黑色的牛仔裤呢 就是 不一定是休闲的场合 正式的场合也可以穿 这条很特别 就你刚才说到了 有一些可能 女孩子的腿型 可能不是特别好啊 它其实有一些立体裁剪 然后一些拼皮的设计 在我们的这个膝盖上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完美的修饰 刚才你说的这些问题 因为要跟你的牛仔裤的拼皮做呼应 所以这一件针织上 外衫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前面就是拼皮的设计 然后拼皮就会感觉 比较低调奢华上档次 但是呢 它后面呢 是这种针织的面料 就会在冬天 比较的舒服一些 另外 李承认为 机车夹克的帅气 宝纹的性感 一定是今年冬天 最流行外套的元素之一啦 夹绵的设计 呃 保暖性 你是不用担心的啦 对 当然它的剪裁 其实用的就是机车夹克 还有袖口 你看到它里面是 这种 哦 这边有绒 一般女生很喜欢 对 因为穿在里面 就会很温暖 直接OK 完全没关系 你穿抹胸都可以 由于工作的关系 李承平时经常要穿西装 主持活动 所以私下的打扮 以休闲运动为主 不过像这样的休闲西装 她还是比较中意的 那其实这一身搭配呢 我觉得非常能够体现 慢于这个身材的线条啊 对 因为我觉得这裤子 其实在我们女生来说 她不会很单一 她有棉料 然后和牛仔的拼接 会有点fashion 会有点酷 但是又觉得很蛮女性 因为她是秀身的 是 然后再加了一些 这个内置的皮 然后这些用鲍纹的 其实有一点小野性 所以说你说小野猫 我觉得一般女生都很喜欢 而且像这样的外套 我觉得不管多冷 应该都没问题了 再加一下围巾就够了 我非常热 热的话可以脱掉 让我们看看里面那套 好 其实有些女生 只是很怕穿这种 一抹色的衣服 因为上下都是黑的嘛 我们更喜欢这种 宽大的一点衣服 它会有点斜肩 这边长一点 这边短一点 我觉得有点参差不齐 这边包会有个 很特别的拉链 你看到吗 这边拉开的话 就会觉得比较正统 如果上班人要正装的穿 那如果说我们想参加 这个special晚上的话 把衣服斜一下 然后这边拉一下 OK 这边再塞一下 我觉得这个衣服蛮厉害 就这边有个拉链 它其实想到了蛮多的 是是是是 正常的人可以穿 但是出去玩的话 一拉就不同的风格 穿出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拉链还不够高 所以我觉得可以再高一点 还高一点 直接开到腋下 那李晨的这套西装造型 曼玉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其实人帅穿什么都好看 对 因为它这衣服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我学过美术 我知道这衣服颜色的拼接 灰色和黑色的拼接 就是低调中带一点奢华 但是不会那么高的 因为这衣服看起来你看 嗯 你看 有logo的 对不对 那这个logo在扭扣上 所以我觉得真正懂得 fashion的人 他不需要把logo放得很大 真正低调的人 有能力的人 是 美式化的人喜欢 你看真正低调的人 是不是 对 logo又小 而且在黑色上 还放个黑色的logo 你说是不是 大哥你不给个特写 你都看不出来呢 这是个阿玛尼琴 其实 时尚不一定要高调 穿着没有logo的服装 反而能体现出 潮人的自信和气质 这静子 监粉 多大 闭口 不是 这 你